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 全市总面积约为3.6万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412万左右 从整个北方地区来看 张家口地处近近蒙京四个省区交汇地带 自古以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了地 张家口地是西北高东南地 静立的燕山、阴山与太行山 让这片地区同时拥有着山地、草原、丘陵 以及众多的河谷和盆地 而在古代就属于游牧为名与农耕为名的交汇地带 其中以阴山一线分出了坝上内蒙古高原 以及坝下阎山太行山地 而自明朝朱棣开始 张家口的地位便一跃成为中原王朝的第一要塞 像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就造成了皇帝被俘京城差点沦陷 那为什么冬奥会要选址张家口 而不选择北京附近的其他山区呢 首先作为一届绿色的奥运 张家口的空气质量是全河北最好的一块地方 而且在经经济一体化规划中 由于张家口处在北京的上风口 所以这里的功能定位就是西北部生态涵养区 也因此张家口为了北京的生态环境 牺牲了一些经济上发展的机会 第二点就是气候 张家口属于温带大陆季风气候 处在400毫米降水线的边界上 什么是400毫米降水线呢 简单的说就是400毫米以上的地区 会有大量的农耕与森林 而400毫米以下的地区则因为干旱寒冷只能生长一些低矮的草原植被 而且每到冬季由于受西北寒流的首当其冲 所以张家口就成为了整个华贝地区最容易下去的地方 第三就是交通和地势 由于距离北京较近 而且山间开阔海拔失重 所以并没有复杂的地形以及难以到达的交通 像京里高速京张高铁更是把时间压缩到了一小时左右 而这一次冬奥会的举办场地除了北京之外 一个是张家口重理区云顶滑雪场 一个是延庆的小海拖山滑雪场 卫星图上可以看到云顶滑雪场位于这片山区的中心地带 而且山体海拔也较高 约在2000米左右 滑雪场向西是重理县城 雪场的脚下就是高铁站和奥运村 地图上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条白色的线条 也就是平日里滑雪使用的轨道 小海拖山滑雪场位于张家口与延庆交界地带 是属于整个北京较高的地方之一 小海拖山处在延淮盆地边上 交通上处在北京与重理赛区之间 除了考虑转场方便以外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海拔要相对更高一些 年存雪期多达150余天 适合建设一些垂直落差超过800米的高山滑雪场地 而且附近的水源丰富 对于人工造雪提供了便捷的用水条件 综合以上大家可以大概了解地理气候的因素 是选址张家口地区的参考标准 而且更为巧合的是 还基本处在了距离接近 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一条直线上 好了我是阿星 今天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